就是這樣子喔 就是說呢 這是人民 因為最後關鍵十天 其實這個真相如何 這十天內不一定會有答案 可是這件事情 他之所以大事大在什麼呢 大在人民會做一個選擇 就是說你吸不希望 這一系列的事情 能夠真相被查出來 能夠水落石出 那如果是民進黨在國會 甚至中央繼續執政的話 保證沒有 這可以現在擺明跟你講的 保證沒有嘛 陳時中把疫苗合約封存30年 30年你我都幾歲了 所以你看到那三段錄音檔裡面 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在講說政府是已經早就 先射箭後話吧 他不管高端疫苗成效好不好 實驗做的怎麼樣 就是要讓你過關 而且連價格都可以談 700塊以上 後來結果是不是800多塊 所以多的難道 你們就真的拿到董事會去分了嗎 這種話就算是開玩笑 也相當的糟糕 因為涉及打進去的是人民 當時是疫情 結果你們高端的人在想說 怎麼樣讓我們董事會賺大錢 這個是跟人民的生命在開玩笑 所以大家會氣憤 我跟你講很多人還記得高端的事情 前一陣子打流感疫苗的時候 其實那個高端是用其他國家疫苗 他就掛高端的名字 但是呢 道理上喔 一開始的時候打高端是不先公布的 里長氣死了 講說如果我這一戰是高端 我叫所有人都回家 每一個人到現場聽到是高端 不打 為什麼 那個疫苗本身我認為流感疫苗 是比較沒有問題 我們都是說實在話 大家對高端的印象就是不好 所以當賴清德說合約可以公布啊 那請你現在公布 你是現在的執政黨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民進黨的黨主席 你們現在所有民進黨的立委 只要全部站出來說公布合約 行政院敢不公布嗎 你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你賴清德在政見發表會講說公布合約 結果鄭文燦呢 陳時中呢 立法委員呢 每一個摸摸鼻子就能閃多元閃多元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這個錄音檔事件 是讓大家思考 說裡面可能真的有問題喔 已經有市政 而且那個錄音還有很多啦 我知道的是後面還有很多 那因為有一些可能涉及到他們的配方 有一些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不能拿出來 拿出來的話 他們就真的是會出事了 因為畢竟是一個內部的會議 所以他們挑選的是一些 跟公共民眾有關係 而且跟所謂的 跟政府溝通有關係的部分揭露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 這已經有一個錄音檔了 代表他什麼 他是可以查下去的嘛 看到了一絲能夠查出的希望 看到了過程當中 大家是可以做一個選擇 我覺得人民的心理就會開始想 如果國會能夠有監督的力量 如果這些人他們都進到國會裡面 如果行政權不要在民進黨把持了 過去我們遭逢苦難的那一整年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可以有一個答案 我覺得這是影響最大的部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